造福訓練員 熟良的將容易倒入館中 為臥床長輩灌食 過程還得注意鼻尾管流速 避免長輩嗆咳 40多位原住民造福訓練學員 經過基礎及護理之家實習後 8號全部順利結業 不過這些一瞧 各個學員面孔青澀 年紀最小的只有19歲 東海岸很多教會裡面都是老人家 然後協會裡面也有辦老人日託 這樣文件站 然後就是每個寒暑假 都會回去幫忙 開始就有一點興趣在 然後就來從事這個行業 去年我們辦的時候 其實年齡層還是有一個 就是還是會偏高一點 大概40幾歲 那其實這邊平均 大概都30歲比較多 不僅受訓學員年輕化 也看得見男性學員參與 學員認為部落長者需求日趨加重 加上政府支持長照預算 因此投入照福工作 即使有人上課路程遙遠 仍堅持完成220小時的訓練 希望順利考取證照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然後能夠在部落能夠運用這個 專長的部分來照顧更多的老人家 想說照顧老人應該現在是個趨勢 想說試試看 他們的就是熱情活潑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互動 就是團隊的表現會比 可能年長者會比較強一點 台陸縣部落文件站數量高達91站 是全國之罪 相對長照人力需求也相當迫切 老人照顧老人的問題扶上台面 為此台東縣府辦理照福員訓練 希望為台東長照再添能量 有些新聞直播 還是採訪報道 好